来看102,这一题算比较简单 那里面比较重要的应该就是说 那个显示日期 时间跟 应该是日期跟时间 那时间 所以第一个 这个 这一题主要重点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如何取得 系统的时间 日期跟时间怎么取得 那取得的方法 至少有两种以上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什么 用那个 有一个类别叫Data Data这个类别 Data这个类别 它可以取得 你现在的系统时间 第二个是你可以用System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Current Time Minus 这个方法也可以取得 我们现在系统时间 两个方法 那一个当然要宣告 一个要 要把它input进来再宣告 那一个直接使用就可以 因为System这个类别是内建的 第一个是怎么取得 系统的那个日期跟时间 第二个是格式化 那你要怎么样格式化 他这边里面有提供就是 一个是短的 如果说我今天格式化需要 把它格式化成几个状态 一个是短的 最短的最简洁的 就是说他这个日年月日十分而已 那第二个是十分秒 第三个是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十分秒的讯息 那再来的话 最后一个是长的 就是说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星期几会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要怎么做格式化 里面的话需要第二个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 在他是在Test套件里面 有个叫做Dest Format 就是你可以针对日期做格式化 这个感觉比较像 像Excel里面也有那个 可以做格式化的动作 那这个类别主要就是做格式化 输出结果而已 然后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两个部分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来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input两个 两个这个 第一个我讲过 就是说我们要取得时间 我需要取得一个什么 一个 第一个是日期 那你必须input一个什么 Java点Utile Utile是工具相关的类别 都在这里 点Day 那特别注意 如果当然你将来没有input的话 你在底下撰写 宣告这个物件的时候 会产生错误 那其实有的时候 一般你有习惯 如果用Eclipse 他会 先宣告完 会产生错误 没关系 用贿赂的 因为Eclipse很聪明 会自己帮你贿赂 可是特别注意 因为Date这个类别 你游标移上去之后 会有两个 一个 因为Date这个类别名称 一样的有两个 但是分属于在不一样的套件里面 一个是Utile套件 一个是Seql套件 所以之前也有同学写错了 一直有bug 奇怪 奇怪 老师你程式 程式一模一样 为什么还是有错 后来一看 他input的套件是什么 input到Seql这个套件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贿赂是Utile这个套件 OK 第二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叫做Date Format的一个类别 那他隶属于Test这个套件 所以当然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类别打上去之后的话 然后再input进来 它是Test套件里面的 那我们里面呢 需要第一个题目要求就是说我们要先上面 在这个评分项目里面显示当地时间 当地时间就这个 然后呢上面要分隔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应该是十分的 十分那这个十分里面就是只是很简单做输出 那输出的话实际非常简单 上面就是Date符号 当地时间Date符号 大概是这样 把它输出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取得现在的时间 那取得现在的时间非常简单 就是用Date这个类别 让它实体化 一个什么呢 Date物件 那物件后面的话 new一个Date 这样的话就实体化 那Date物件呢 我们就可以取得现在的时间 好 那丰美者